今天我可以说又是一个偷懒模式 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不是在香港 但威哥要解释,整天都错了 今天我不是在香港 但今天我做一个录播 今天我会讲一个车身包围的主题或故事 所以不用想,一讲车身包围或想这个故事 我相信都是叫Tom X的威哥 应该有很多人认识,当然现在不是叫Tom X 现在叫Favor Rainbow 对吗?没错 对了,Favor Rainbow 找威哥来谈谈 我想没有人会叉灵厨 没有人会叉灵厨,威哥 这个这么多年的乔楚专业资格 你本来黑头发变白头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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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立刻入正题 立刻要讲一下 阿威哥 我想如果香港的包围发展 会是什么年代,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数到我学师的年代 也是十凌二十年前 还是十凌二十年前 如果八十年代也是叫十凌二十年前 那我就当它是十凌二十年前 对了,八十年代 那时候很流行有些电道温把 对啊,那时候还是一些 是不是三娜仔的八十年代 E-30啊,或者一些Bang Power 一二六那些 就是有电道温把的 那我们就将它 加一条美裙 或者将那条电道温把 直接拆掉去 满纤维温把 那时候就 刚刚八十年代尾 都有去改一下这些电道温把 宝马、Dance等等 那时候就已经是 是不是主力欧洲车改得多些 还是会是 什么车型会改得多些 那时候就刚刚 刚刚呢 八十年代尾 刚刚又有86 又有CWIC CRX CWIC就是EF那些 EF 其实EF之前烫斗那些 都有一些 那些硬洋一点的烫斗 那些都有改的 CWIC就是这样 那时候就刚刚 无限就比较流行一点 那整条冰靶 那时候EF也是交冰靶 已经是转纤维冰靶 有CX就像子弹那样 有门板 即是第一代的CX 有两盏灯笃了 那一盏 那一盏开始已经改了 其实之前已经改了 之后 子弹那一盏 直到蜂魔 八八八九年 那时候 那时候的改装风气 是否就是 性能上 都是以外观上 为主性能上 就这么多了 主力外观 那些人觉得很稀奇 那时候 改车 我还记得有些 Surway 也有改 大发仔 Core仔 很多车仔 很多车仔 都改 日产有NX Fair Lady 那时候的包围 刚才你所说 是否都是以一个纤维 或者叫 没有炭纤维 都是以纤维为主 其实那时候 多数都是纤维的 以前的纤维 就很不成熟 很多波浪 或者以前的位置 就不太合理的 很多时候 在表面 要打一些拉钉 下去 接着撿灰 噴油 才叫做完成的 很多时候 会有些后遗症 拉钉 那时候 也是说 那时候 就是说 你学师 其实 你这些包围的设计 所有东西 会从哪里来呢 是否就是 譬如那时候 我看到 有一次 找了一个很旧的 套路 就是套路 然后 我马上传给威哥 喂 很旧 哇 你这么多 很多年前 那时候 我看到这些包围 都是会 找一些外国的车型 去copy 还是 叫做 看它的样子去改的呢 其实 那时候 就多数 在外国设计 这些包围 另外 有些 譬如 我想将这套包围 改到另外一辆车 会加加减减 我记得 那时候 经典 好像MX5 好像有青蛙 有对于 炮沙瓣 那样 我们把那个概念 调进去日产的NX 以前很流行的NX 也有一段 是的 搞你明白 有对青蛙巾 就是一个大风口 那样 慢慢慢慢 其实就在那里演变出来 如果欧洲车呢 欧洲车有哪几款 是当时真的很成功的 欧洲车 那些 我记得 Sierra 高士和夫 Sierra 那些 那时候 改大美 大餐台 把那个 概念 扔了 飞鸡也有 跟着 86也有 我看看 你现在有没有 卡特罗有照片 我看看 那时候 那张 将高士和夫 那个美翼 搬到 S13 那个 飞鸡 好像没有 现在没有 有卡特罗 现在没有 你没有叫我预备功课 不是 我也是这样说 已经有了 我记得 那时候 就很帅的 真的把S13 放了 放了 和夫 这些真是 还有什么 是mix 大家回忆一下 其实都有 很多 在 刚才说 好像 Sierra 另外 因为日本车 把 他那个什么 带了 86也有 其实 86那时候 也是大餐桌 是我们说的 是吗 是的 飞鸡 那 接着 就 那些 Super R7 N仔 我再说一说 因为那时候 我找回卡特罗 我看看 已经铺在这个位置 我记得 就是有 奔斯的奔跑 然后变成了 Teslarosa 两边 衰型的包围 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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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是否 香港来说 已经很难做 一架 因为上次 我刚才听你说 其实要砌这个包围 一点都不容易 其实真的不容易 因为那时候 好像你说 Benz 就像Catsalosa 拍了沙板 欢迎的包围 有了封口 其实真的 挺多时间 因为它要弄沙板 它又要全部 要砌架 去扣住 Bumber 和M-bar 沙板 还要做灰 做纤维 我们通常 那时候 做一架都要 一个多个月 最少 最少 但譬如 那些Tie Link 闊了这么多 如何去搭配它 因为你始终都要 以前 其实都流行夾拿 很多 Obset 是可以订的 BBS 那些 有很多都是 订回来 那个年代 都355 我记得 都很厉害 345 355 那些Tie Link 那些 那个潮流 都很流行 除了你说Benz Porsche 也有抛砂板 Stoce Cooning 也有 那时候 抛砂板 反而不同 现在LB 那类型的抛砂板 全部都会 变回了灰 变回了型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你会看到 有摩洛斯 拉钉 在那里 因为全部都要 收拾灰 用来一体化 以前 一体化 那时候的包围 就是这样 还有一套经典 1902 Evolution 那套抛砂板 也是很经典的 那时候 都很热的 其实那时候 譬如有没有 哪几间公司 有哪几间公司 哪几间公司 主要是在香港做纤维 有 Liway 新力 有 Favern 一听名字 大家又回到 Favern 主要是我们这两三间 AutoLuk 是否主要都是围绕香港市场为主 其实那个年代 我知道 AutoLuk的年代 都不是的 很多都是出口 有出口去加拿大 去新加坡 去台湾 很多地方都有 咦 那我们香港 都算是一个 較重期的基地 尤以巴蕊 都是的 所以那时候 很多人过来改 有MR2 那时候 很多车架 都很喜欢改 嗯 那我问一下 那什么时候开始 真是 叫做出来 项元师 去自己搞 叫做 那次很出名 Tom X 那什么时候开始 会去搞 这个公司 那些 那些 其实在 九一年 我记得是九一年 年尾 左右 释逢有几个朋友 一起 有些去 做开大车 销售 有些是 朋友 有些 都在做 都是玻璃纤维的行业 就在一起 开了 很多地方 但是 那时候 以改装什么为主 有没有 Target 会是出口 还是 都是 因为 我认为当地做得挺好的 那时候 那时候不是的 那时候刚刚开始的 我们 都没有的 那些老友说 要放下车来改 那我们就 尽量配进去做 那时候 我记得 那时候 Corey 就一直说 Carray 还有 刚刚有 101 Lavit 有 宝马 E30 跟着就是E36 一连串的 都慢慢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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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多了很多款 还有 Lenser 那时候 没有 G4i 那些 不是 再之前那些 有些是 版Lotion 后来 GTi 版Lotion 很多 GTi 版Lotion 最多 那个年代 就是 那类型车 比较多 那 譬如 在包围发展 会不会 在那个年代 设计 或者 有难度 或者 如何参考 别人的设计 其实 那时候 都是 因为 我们在香港 就比较 时间 比较 紧一点 因为通常 客户放得低 都想尽快 去 改给他 可能有些 车本没有包围 我想要这样的包围 空口跟你说 你就这样去设计 是的 就要改的了 无论头唇也好 崩巴也好 都是立刻 搞 搞完之后 给客户看一下 那时候 慢舌都很流行 也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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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几款 其实这些车都很喜欢改的 但是改出来 真的有效果 刚才所说的 我们在香港 整整整整整 都出口很多地方 很多国家都会留意到我们的包围 先留意到你 我据知 外国有些著名的改装品牌 都是找你去生产的 有部分 有些牌子 很著名的 也有些 因为 有没有质素 要求 或者是如何去做 其实都有 你都说明 是著名的 他们的要求 例如 设定 表面 他们都要求很高 安装位 我们都要跟得比较足 还有那时的技术 和物料方面 会不会有不同 都是以纤维为主 或者有什么改良 其实90年代 都是纤维为主 到90年代 就开始 人们想玩碳纤维 碳纤是90年代 才开始有 90年代 才开始试造 如何去生产 碳纤和纤维 这两样东西 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或者是生产方面 会有什么难度 最早我们都 做碳纤的认识 做碳纤 是的 那个做法 都和你做纤维 当然有很大分别 因为碳纤 你要打磨 要抛光 或者 因为你做纤维 你可以执盘朋友 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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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都是 那个样子 做到 都可以做到 效果 但是重量 就不是很做得到 那么轻的 最早 那后来 慢慢慢慢去做 秋真空 甚至乎 现在P-PET 就是 干碳纤维 这样去做 就可以做到 又轻又硬 又够硬 嗯 如果那一年来说 那些零件 我想 最多碳纤的应该是 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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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也有 我曾经 试过 做过 一些 箱 或者一些 标盒 给客人的 想做个碳纤维 碳纤维 碳纤维 有一些 碳纤维 很特别的 那个就是 想做个 电 个框 电视框 电视框 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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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意去做 是啊 都试过 哦 玩到这么刁 是啊 是啊 那现在也有些 客人要求 车的 那些 试件 喇叭 那些 喇叭箱 也有做碳纤维 嗯 那时候也见 你开始 赞助一些 赛车 嗯 其实 在这方面 会不会就是 令到你 这间公司 或者是 一些产品的效果 或者是 设计的 会完善呢 嗯 这一样东西 你知道那时候 亦都是J至头的车手 嗯 那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 是 就是我们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我们有些东西 他可以给到我们 有些idea 究竟 他们要 譬如 头奔把封口 要怎样入 怎样去 那个扰流 那个下压力 那个尾 尾液 要怎样 就是我跟他 詹事 有点夾一下 是 他想要些什么 我们大家可以去沟通一下 嗯 所以就在这儿 发展了很多 不同自己设计的包围 是啊 那到较为 近期一点 刚才你所说 有这个碳纤 已经是有干碳纤 湿碳纤 和一些 有什么碳纤 可不可以讲一下 这几类型的碳纤 有些什么不同 因为可能 我想有些 读者 或者听众 观众 未必明白 就是 濕碳纤 干碳纤 然后到抽真空 那些 会有些什么不同 除了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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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碳纤维 有很多 比如最简单的手造 如何是 resilient 一炙的用 另外的就是抽真空 这个是更普通的 这 똑拢得一炙一炙出来的 其实下一炙一炙都不是普通 使用铪纹 或者是做的 protocol 持续很平均 現在日本仍然有很多人用手製作 也有用手製作 因為之前有人說 外國某些品牌都不及你那個品牌鋪得漂亮的 因為他們聞到有時候鋪出來的格子會歪或者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點點的 如果我們叫做乳浸屁股的布鋪下去 就很少鋪的 因為它已經有膠水和整體拿去焗的 乳浸 就等於布鋪那些做出來的那些 他們的品牌是很漂亮的 那些當然啦 我給那麼多錢 所以他們那個生產程序又不同 所以就會做出來很硬正 就像FORMULA那些很硬正 很...很...很...很鋼正 那另外剛才他說的 除了手製的就是秋真空 秋真空就是一般那個用法就是 都是把一些空氣啊 膠水啊 去平均 還有空氣呢 當然就壓出來 那會令到一件東西去聽 但是成本又不需要說十分...太過貴了 因為如果你做鋼...鋼...鋼模那些 用PETEC的那些就會... 成本和各樣比較貴 那它最...那個是不是屬於乾碳纖類呢 也是的 都是乾碳纖類 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現在最新的碳纖會是有什麼不同呢 最新的碳纖... 最新的碳纖... 譬如現在林寶堅尼那些 有些好像碳纖纖紋那些 林寶堅尼那些碳纖紋那些... 那些雲纖紋... 是的 那其實他們... 那個碳纖紋的表面有些不同的東西 其實可能... 就是做法的都是大同小異 他們都是用過帽子啊...Dry 去抽那樣做的 但是它的剛性或者是... 只是那個... 還是它的紋不同呢 它的剛性都是比較硬一點的 都是硬一點的 是的... 手工序也是比較硬一點的 是的... 那現在... 近這幾年... 香港人的玩車心態 或者是叫做... 改裝包圍的心態又如何呢 跟以前會不會有不同呢 其實現在有不同的... 因為現在資訊是比較發達的 很多資訊都在... 網絡那些可以找得到的 譬如很多... 有時候都會去... 我們偉大的組合圖寶去... 訂一些東西回來的... 那有些什麼不同呢 因為現在訂回來的東西... 說真的要求是高了很多的... 嗯... 很多東西它訂回來它裝不了的... 嗯... 甚至乎有些... 為什麼呢 因為... 那一句都是比較參差啦... 那你... 在上面... 訂回來的那些東西... 第一沒有... 沒有受害報告啦... 應該未必有... 專業的跟它跟進啦... 嗯... 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 又反過來上面... 因為... 也有很多比較多的本色啦... 嗯... 因為以往的... 如果你說... 等我們... 研發一套的... 其實真的需要很多的時間... 就是不是說... 哦... 一頭半個月就可以跟你... 說變變三五度出來... 不是這樣... 以前... 以前你自己都有... 這樣幫人家製造... 現在那些人就... 拿下來... 給你改的了... 就是說... 是啊... 都有的... 都有的... 那其實... 那個生意會不會很影響啊... 或者其實... 說真的... 你拿下來去... 去這樣製造... 嗯... 那兩樣都有的... 因為我們就... 因為... 滿足駕駛需要啦... 我們盡量可以去配合的... 都配合的... 嗯... 那另外... 我們自己都... 有時候都會... 叫他... 寧願... 就是用回我們自己的產品啦... 研發... 你自己研發的... 或者... 對啦... 對啦... 去放走一輛車... 我們自己研發去... 幫他做... 我真的想... 自己研發... 會有些什麼好處... 有什麼特點呢? 自己研發的... 浪費了時間之外... 那起碼... 起碼知道那件事... 是... 你滿意的... 就是我們... 自己研發的... 可能我們做了七八成... 我會... 找你... 自己研發是不是這件事... 你永遠都喜歡的... 嗯... 跟著我們才去... 開幕做... 嗯... 如果不是的... 你快點買回你那件事... 基本上... 你就... 未必有你自己的東西... 或者我們自己的東西... 嗯... 那現在的改裝心態... 除了... 就去淘寶買之外... 譬如... 會不會好像... 因為其實... 某程度上... 現在都叫做... 流行Wild Body啦... 以前的Wild Body... 就像你說的... 就打了窩釘... 就吻了杯... 蓋了... 但是... 現在... 客人要求Wild Body... 我想應該會更加高的... 要求... 其實香港有... 很有趣的... 其實要... 這麼闊的沙板... 那些客人又不是... 真的十分高的... 因為如果他真的要... 要戒沙板... 要戒沙板... 還有換Tiling... 又要噴油... 一闊多大... 那就... 不是這麼多人玩... 但如果玩得那些... 就可能真的... 訂套... 日本人... 讓我們安裝... 讓我們噴... 嗯... 即是讓你們做一個... 對... 撿回來... 然後噴油... 好... 亦都想問一下... 現在... 除了你現在的發展... Big Rainbow... 除了有包圍之內... 據我所知... 你現在都開始... 有不同的業務性質... 剛才這個下去... 在下面已經... 是在做另一件事了... 是...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不同的... 有些什麼... 即是說真的... 包圍就應該... 少人裝了啦... 即是下去... 都是可能下一些... 美液啊... 透信啊... 一些簡單的東西... 現在又多了一些... 不同的東西... 其實... 因為現在的... 很多客人... 除了... 即是我們裝包圍... 他都想看我們... 有沒有其他服務... 可以托到他... 其實... 很簡單啦... 裝包圍通常都要... 要是朋友... 要是都要... 鑽式... 嗯... 鑽式的... 我們當然... 下面... 即是工場裡面... 有鐵膜啦... 那現在還有一些... 很多的新車主... 就不想弄花的車... 又想貼到保護膜下去... 我們都有做啦... 一般的... 驗車啊... 或者換機油啊... 啊... 都有啦... 我們現在都有... 因為都想... 很多客人都常常想過來... 看看有沒有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幫到他們手... 嗯... 因為... 我們的團隊裡面... 亦都是... 就是... 比較專業啦... 希望可以... 圍到更加多的車主去服務啦... 那最後講一下... 香港現在的改裝文化... 和以前的改裝文化... 會是怎樣啦... 因為我相信以前的改裝文化... 就是EKEGDC... 總之... 拿下來... 它就有很多東西去改的啦... 嗯... 現在反過來... 你知道... 很嚴殲啊... 現在很多客人都... 那是... 現在... 現在的文化... 其實真的不同了... 嗯... 因為以前呢... 就是... 基本上... 客人拿過來... 它都是完全很相信我們去... 啊... 可以啦... 你們... 你們搞啦... 我... 譬如要... 哪個款式這樣的... 那就... 啊... 你們已經搞定出來的嘛... 現在的客人... 可能... 資訊也都是... 真是... 很高... 他都很清楚... 究竟他要些什麼呢... 他的要求是... 要些什麼呢... 其實就比以前人... 就高了很多... 嗯... 那他改... 他來的時候... 已經心裡面... 可能已經有一套... 啊... 他自己心目中... 想怎樣改的東西... 嗯... 以前呢... 主力呢... 是我們... 告訴你... 你可以怎樣改... 但是... 現在很多客人都... 其實那個資訊... 是... 發達了... 是... 他更加清楚... 明白他們自己... 想要些什麼... 嗯... 那... 最快就問一下你... 那... 做了這麼多年的... 改裝包圍... 或者叫做... 外觀的改裝... 有些什麼是... 難忘... 或者是真的很難搞... 最後做出來... 是很滿意的呢... 其實難忘... 就有... 都有一些... 很特別的... 那... 我最記得... 那時候... 九十年頭... 剛剛做舞台的時候... 就是... 很難忘... 就是... 剛剛... 做完... 都成... 我記得... 那年是... 十二月底的... 嗯... 我們剛剛... 補完出來... 那... 剛剛要... 就想著去... 倒數... 嗯... 就是... 剛剛整完... 就駕過去... 就是那個... 難忘是說... 就是... 我們可以將那架車... 在這個... 過年之前去... 整... 整完之後... 那架... 又不是什麼... 什麼特別的車... 其實是... SURRAY... 但是呢... 我們覺得... 很特別... 就是... 令到我們... 幾個都很開心... 原來... 搞完這架車... 還有... 很多人去注視... 嗯... 因為... 外面沒有... 那我就覺得... 嘩... 為什麼這架大白仔... 是這樣的... 反而... 我都想著... 你會有一些... 貴的車... 原來... 是... 是... SURRAY... SURRAY... 反而... 令到你最難忘了... 我覺得很有趣... 還有... 有一次... 就... 剛剛... 就... 剛剛那個車主... 就... 跟電視台那些...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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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忘了... 其實... 一... 在街上看到自己的作品... 或者... 在電視台見到自己的作品... 其實都... 都... 都... 會心微笑... 很開心... 我們... 好像... 這架又是我們房間... 那架又是我們房間... 其實都很難忘... 嗯... 那現在... 沒有辦法... 因為... 其實... 國內的... 這麼多... 就是... 又... 競爭又大... 那麼... 自己有什麼展望... 除了現在真的多元化發展... 是不是知道... 自己有什麼展望... 嗯... 希望可以突破多一點... 就是... 在... 改裝的方面... 看看怎麼可以... 嗯... 再... 短一點時間... 可以去... 做到一些特別的包圍... 或者... 常常都希望... 可以... 嗯... 客人... 今天我想裝這套包圍... 嗯... 明天的... 我... 可能找到兩個月的... 我就可以... 拆一拆去... 我又改一個另一個... 低款包圍... 對... 我也想... 看看... 可以盡量... 有些新的... 新的idea... 可以有些白搭一些... 嗯... 我今天去... 那地方可以... 低一點的... 我... 裝套包圍可以低一點... 儘量簡單... 可以令到那些車主... 啊...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最好了... 可以看得出阿威哥... 真的很為客人同步... 其實他最想就是... 嚇人開心... 阿威哥最開心的... 除了他收錢瓜之外... 我收錢都是... 大家都很開心的... 是的... 好...今晚... 謝謝阿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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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空... 我看看什麼... 可以抓阿威哥去玩一下... 因為阿威哥呢... 其實是一個... 冷面少將來的... 我跟他去完日本之後... 我發現阿威哥這個人... 真是... 很厲害... 好...今晚... 謝謝阿威哥... 我們... 接下來呢... 我們其實都會去日本的... 去看看改裝車戰... 好... 謝謝阿威哥... 今晚... 謝謝... 因為其實... 我這一刻出的... 今晚... 我的人就在日本了... 好... 到時... 謝謝阿威哥... 謝謝阿威哥... 那我又出一個... 轉場出來...